大家好 今天是1月24日星期一 歡迎收睇明報5點半新聞 剛剛逮捕加拿大的男子在市中心咖啡店 遭人無故統治重傷 溫哥華市警初步列作隨機襲擊案處理 統人案發生在市中心Paper Center的一間Tim Hortons 時間大約在早上6點20分 一名剛剛逮捕加拿大的25歲墨西哥男子在排隊時 另一名男子突然從後面襲擊 以利器捅了受害人背部和肩部幾下 然後迅速逃離現場 受害人傷勢嚴重幾乎無命 但經搶救後應該能保住生命 施襲者與受害人互不認識 案發前亦沒有接觸過 疑犯的描述為20多歲的男子 身高6呎2吋 加拿大最大的按摩椅大王高登健康生活館 為迎接聖誕新年 全功能藍牙塑壓按摩椅 下殺二者只要1688元 包稅包重再保養五年 最後三台先獎先贏 請打7788958116 西市省過去三天一共增加4997宗確診 累計確診已上升至313,076宗 有24人疫苗 累計升至2553人 而活躍個案有31822宗 其中987人住院 數字持續上升 目前有129人在ICU接受深切治療 一名華裔地產經紀被指沒有簽文件 受停牌三個月的處分 這名居住在溫哥華的華裔女經紀聲稱 她的媽媽C.L.和男子H.L.在2013年 開始建立戀愛關係 但南方的家人對這段戀情並不知情 H.L.在2016年8月簽下一張32萬元的支票 準備給C.L.購買H.L.名下 位於列治民的一個拍文 怎料H.L.兩天後就突然離世 華裔經紀聲稱H.L.生前已簽了文件 讓她媽媽擁有單位的購買權 但份文件就不知所蹤 最後經紀沒有簽文件 讓媽媽在2016年獲得這個物業 這名華裔經紀雖然沒有從中得到金錢利益 但被判違反專業操守 除了停牌三個月之外 還要被罰款7500元 並須要完成操守課程 卓能聽力中心代理多個歐洲品牌的智能助聽器 現在他們還在做聖誕新年大優惠 只購最高可達半價 聽力有問題 快點來Lansdown Center的卓能聽力中心 找李智蓮博士談談吧 通理琴行是大灣地區最大的名牌鋼琴會組 該五十幾年來為大灣地區千家萬戶 提供最優質的樂器以及音樂教育 有通理、音樂更完美 數十名SFU學生今天罷課 抗議校方過早恢復面授課程 誰保持我們安全? 我們保持我們安全 由於變種病毒迅速傳播 UBC大學將大部分面授課程 已經押後至2月7日 但是SFU的面授課程就今日恢復 數十名罷課學生 首先在大學的廣場集合 然後遊行到校長室 沿途高叫口號表達訴求 一名二十歲M牌司機 在二十三號凌晨2點四十分 在Highway One一號公路 以時速二百公里瘋狂飛車 引擎都幾乎燒著 最後他被阿博師傅市警逮捕 重罰了800元兼扣車7天 温哥華明天1月25日 星期二的天氣預告 預測日間主要多雲 早上有薄霧 中午開始會轉為情雲雙間 溫度最高有6度 晚上間中有雲 溫度最低只有1度 如果上星期一到星期五 準時收看我們530視頻新聞 記得免費訂閱 明豹DailyVancouver的YouTube Channel 按下旁邊的鐘 就可以收到最新消息 喜歡我們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like和share影片 聽到稅局的名字 好多人都心煩微頭皺 今次的事件一樣 不過這件事不是追海外資產 亦都不是追欠稅 而是稅局將一位仍然健在的女長者 歸入死亡檔案裏面 而且不止一次是兩次 搞到這個女長者好像不死都不行 女長者的兒子通知稅局 說他媽媽仍然健在 請他千萬不要取消他的福利 但是搞了一段 媽媽仍未能復活 稅局對這件事有個很冠冕堂皇的解釋 那個就是事涉私隱拒絕評論 還好他們加多一句 對於有關出錯感到抱歉 事件中的女長者叫Mary Gibal 她是住在Manitoba 她的兒子在十個月之內 兩次收到加拿大瑞國的來信 信上面寫明 是說給以世世Mary Gibal為產的信 Mary的兒子Dave說 第一封信是去年三月收到的 她馬上就知道是瑞國擺烏弄 因為她每日都會去個人護理院 探望她媽媽 並且照顧她的棄居 所以當她收到信的時候 她的感覺不是害怕 而是知道 接下來要跟稅局周旋 要將媽媽起死回生 這件事有排放 可言她用了幾個星期 花了幾多個小時 大費唇舌地在電話上向稅局解釋 拿回媽媽因為死了而失去的政府福利 當時她以為問題 這樣可以解決了 誰知道 她上個星期又收到稅局的信 抬頭同樣是寫給 以世世Mary Gibal為產 她收到信之後 Dave感到無比這麼大的挫折 因為她知道再接著下來 又要跟稅局糾纏 稅局的發言人說 出錯的原因很多 譬如人為的錯誤 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溝通出錯 又或者是真正的死者向稅局暴備的時候 社會保險號碼搞錯了 發言人說 有可能同一個納稅人的戶口 出現很多的錯誤 不過這些情況很罕有 稅局會認真對待事件 並且繼續驗證和分析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錯誤 然後根據情況作出更改 確保日後可以避免同類的錯誤 不過 這不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錯誤 根據納稅監察員辦公室指出 在2007年和2013年之間 就有5489個加拿大被稅局整死了 所以 稅局發言的解釋 究竟是否會是掩飾呢 更好些 當事人的女長者 不是華裔 如果不是 年尾流流 真是大吉利時 賽賽賽 多仁多市舊雪未清 新雪又來 加拿大氣象局今天又向多仁多發出降雪警告 只由今天下午起 去到晚上 將會有5至10厘米的降雪 每小時的降雪量 可以達到1至2厘米 今天下午最高的氣溫 是攝氏零下5度 但在風寒效應之下 體感有如攝氏零下7度 到了半夜更加會跌至攝氏零下13度 市府表示 灑鹽車已隨時後命出發 與此同時 鏟雪車也會繼續出動 清理上星期一雪部所帶來的積雪 截至昨日為止 市府已清理超過1萬7千噸雪 市長莊德里上星期才表示 要清理所有積雪 就要花幾天的時間 今天又再降多5至10厘米的雪 不知道會否影響市府的善後工作 上星期一 一日之內降了55厘米的雪 由於雪太多 令很多馬路上的慢線都對著積雪 一條馬路 本來明明有兩條行車線 但都突然變成只剩一條 今天下午再下雪 路面的駕駛情況肯定會更惡劣 駕車的朋友就要小心 而這個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會繼續有飄雪 最高的氣溫是介乎攝氏零下五度至零下九度 中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 今天在2022年法律年度開啟典禮指示後見記者 被問到部分民主派初選案被告 還押了10個月還沒有心期 情況是否理想 張舉能就說明白大眾期望可以盡快開審 但香港普通法制度的特色是很均真 開審前需要不少程序和功夫 例如是翻譯文件和索取法律意見 不是今天上審明天就開審 對於部分初選案被告 未定罪之下受到長期關押 張舉能就說不方便評論各別案件 但說如果案件牽涉大量被告和律師 各方要完成不少準備功夫 他又說辭理的正義不是正義 無疑是動聽的句子 但司法機構已經加快處理港區國安法案件 以求盡快排期開審 被問到司法機構有沒有統一指引 令對旁聽者故障叫囂的現象 張舉能就說法庭需要安靜的環境深案 不過容許公眾監察聆聽同樣重要 他說司法機構將會因應實際情況處理 以維持法庭的秩序 張舉能也說到過去兩年 香港的司法獨立不單是香港 甚至在海外都備受關注和評論 他說坦約關注和評論 並非建基於客觀事實和理性討論 而只是空貧抑察出於政治傾向 或者地緣政治的考量 對於促進香港法治 或者保持司法獨立毫無好處 在未搞清楚案情事實 或者沒有閱讀和了解 法庭裁決理由的情況下 而批評法庭裁決 既是空洞無懼也毫無意義 對法庭獨立性 作出沒有事實基礎的質疑也是 他說事實上香港是向有司法獨立 他又說 試圖威嚇審理 2019年社會事件案件 或者國安法案件法官的情況 繼續有增長 他批評 這個是直接和公然模範 法治和司法獨立 必須予以譴責 但是法官仍然會 堅定不移地履行職責 無視任何為阻礙工作 而作出其威嚇 霍英東家族增產案 今天是高等法院續審 原告之一 掌房次女霍麗拉芳說 現在掌房已經達成了原則上的協議 需要多一日時間來相討細節 法官陸契康就說 他圍觀26年 沒有見過一單案件 要禁長時間來相討和解 現在令到法庭陷入兩難共面 但他願意給多一日的時間 希望在農曆新年前解決這件事 自第一日聆訊後 一直沒有到庭房定的霍麗拉 今天再延伸法庭 報出法庭的時候 被追問任務信心 可以在新年前解決 他就叫大家看報紙 二房和三房的代表大學師 黃則佐治春 兩房不會妨礙 掌房的兄弟子沒有和解 但是兩房昨天下午才被聯絡 到現在還不清楚協議內容 並再次提到 佛家作為年長的92歲 而太太馮經理 不希望案件一直以後 擔心在有生之年 見證不到家人和解 陸契基於現在 已經達成了原則上的協議 決定出案件以後至明天 他明言 希望可以半週內 農曆新年前解決事件 好 我們看看左手面 出道未夠半個月已經有首播導演 心情 非常興奮和驚喜 很榮幸 很榮幸 很開心 很強烈會找我們 還沒 還沒 是 但是不是說接下來的歌曲會提到廣告嗎 嗯 是 還沒去到廣告的廣告 我們會有那個元素 還有大概安排我們會再談 還有還在量 所以大家密切期待 不知道 即是會有一首新歌嗎 對 對 接下來會有一首新歌 但是不是廣告歌 嗯 嗯 這個還沒確認 什麼還沒確認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其實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都很期待 想快逼聽 今次的代言 抽獄是否很久 嘩 這個真的不知道 哈哈 我也想試 哈哈 是啊 我們待會再拍一下 哈哈 你們沒有問過嗎 沒有啊 完全沒有問 今天才簽約 對 對 我們的行程是密到 我們是前兩天才自己 原來今天是有這個活動 對 所以 對 我們昨天才排這張帽子 所以我們都 我們所有事情都是很密切 發生得緊 發生得緊 發生 今天的新聞在這裡結束 多謝收看 再會